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上冰踏雪在吉林 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冬季游览体验 长春新区新增一处冰雪乐园 即在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 要说在冰面上体验速度与激情 这可少不了玩冰车 全民上冰雪冰车比赛欢乐进行中 来自长春新区的120名冰车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比速则不大 这个要慢点滑吧 还得好一点 比赛你这个速度它就容易失去平衡 感觉还是起爽呢 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在冰上多玩一玩 对身体有好处 我觉得挺好玩的 就主要是重担参与嘛 这个难就难在 它很难控制方向 还有力度 不是很有臂力 要是觉得这个难度不够 可以尝试玩把单腿冰车 单腿冰车素有冰场两轮摩托绰号 由满足民间传统冰雪运动 滑冰车掩并而来 蹲上冰车保持平衡 双肩撑地 滑行即出发 哈尔滨那边叫单踢 锦州属于单刀 长春吉林就是单腿驴 蹲式的 有跪式的 有坐式的 单刀有双刀的 主要是靠蹲力 天天玩可开心了 还能玩接力 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 是目前东北地区最大的人工城市湿地公园 利用人区现有资源打造的冰雪乐园 更是集参观游览 细雪乐园 亲自体验为一体 目前场地建有长度100米 高50米的冰雪大滑梯 雪地坦克 冰上碰碰车 雪地转转 冰上平衡车等 冰上体验项目 提高游客趣味性 参与性 互动性 让游客找回童年乐趣 冰雪乐园营业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 春节期间正常营业 看了这么多的冰雪项目是 既刺激又好玩 那大家不妨抽出时间去亲自体验一番 没错 玩完了冰雪 我们再去赏赏花 虽然现在是冬天 但是长春市儿童公园的迎春花展却如约而至 成千上万的花卉可谓争其斗艳 长春市儿童公园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布置了一场以春风送暖 流光药材为主题的花展 星光神移的感觉 冬天能看见鲜花很不错 特别的高兴啊 看到这花啊 本次花展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展区面积大约是5000平方米 展出时间预计可以到2月15日 展馆开放的时间是早8点半到晚4点 免费参观游览 本次花展室内展区展出百余种 近万盘花卉 展厅内打造盛世花开 踏雪寻眉 硬山红妆等特色景点 牡丹 桃花 梅花 杜鹃静香绽放 满园飘逸着阵阵花香 通过插花艺术手法打造层次蜂明 色彩鲜艳 造型别致具有趣味性的景观 不知所及一片喜气洋洋 又是一年春将至 又是一年花开始 儿童公园邀您一起踏雪赏花迎新春 春节期间除了儿童公园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 就是距离长春市区开车 仅需一个小时车程的 一通满足自治县的一个生态园里 据说在那里是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 无论是果蔬采摘还是室内乐园 绝对不需此行 话不多说 咱们一块去转一转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一通满足自治县马鞍山镇的医美生态园 这个季节大家可以约上家人和朋友 一起来到这里采摘 那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医美生态园的草莓园 在记者身旁我们看到啊 这草莓已经是熟了 而且非常的红 我们也来采摘一个尝一尝啊 嗯 特别特别的甜 而且非常有草莓味 这个季节来到英美生态园 不仅可以采摘草莓 同时还有小柿子蔬菜也都熟了 咱家现在园区总共 我说加起来有三十四栋 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 咱标准化文石大房是三百零一栋 樱桃是一百八二个 咱樱桃吧 天然花送完粉 争取吧 咱们争约十五左右 就可以采摘一个 据工作人员介绍 该园区占地六十万平方米 除了采摘区 还有两大区域 分别为游客接待区 餐饮娱乐等多功能区域 游客接待中心 就是在具有满足风情特色的 贝勒府四合院 古朴典雅 风格别致 让游客们可以尽情品味游览 进来了之后 鸟语花香 春天的气息 然后再感受一个 咱们满足文化的一个气息 有儿童娱乐区啊 有冬调啊 咱这里面还有满足的特色菜 满足八大碗啊 烧鸽子啊 烤全羊啊 还有满足土羊啊 这些都可以体验 有些年货呢 咱可以到年货大集上去买 但有些年货 咱不妨到采摘园里去 亲自采摘 既满足了体验感 这杏摘的水果蔬菜也新鲜 没错 长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呢 举办了第六届爱新年货大集 让住在福利院里的老人呢 可以足不足够 感受到浓浓的棉味 1月25日下午1点 长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中心广场 人生顶费 伴随真一声名罗 第六届爱新年货大集正式开始 灶堂 羊肉串 烤肠 烤地瓜等 各类富有东北民俗特色的商品 一字排开 一时间整个广场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 养员们手持虚拟货币 有数有效 结伴而行 在各个摊位面前驻足 挑选自己心仪的年货 吆喝声 吵架还价声 与喜庆的新年音乐融合到一起 烤地瓜 羊肉串等食物 热气腾腾 香味弥漫 让整个集市充满了 浓浓的年味气息 挺好 大伙在一块儿齐了融融的 挺好的 挺高兴的 吃吧 买的东西 买的又是香肠又是鸡爪的 都挺丰盛的 我感到非常的幸 还得花钱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大吉尚所销售的商品 都是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 或者用捐款购买的 大吉尚福利院里的工作人员 也变身销售员 面点师 烤串师傅 为养员们 营造了浓浓节日气氛 他们在自己烤羊肉串 自己做糕点 然后自己到超市 买一些老人喜欢的食品 在老人当中售卖 让他们感受一下生活的气息 今后长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还结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 深入挖掘和创新文艺活动 让养员们的晚年生活 更加幸福 精彩 看着老人们满脸的笑容 也能感受到大家庭里的温暖 也祝福老人们 天天都能这么开心快乐 说得好啊 刚才看到的老人很开心 而下面要说的这位老人 却很心急 因为随身携带的 两万多元现金不翼而飞了 那么这些钱 能够找得回来吗 近日 家住农安县三圣玉镇的 居民富大爷 着急忙慌地来到派出所报警 称自己装有 两万六千元的跨包丢失了 这些钱都是自己看病后 医疗保险的报销钱 可把老人急坏了 经过民警的进一步排查 一处较为清楚的监控摄像头 拍下了简包人的真实面目 最终经过多方沟通与配合 富大爷丢失的跨包 终于物归原主了 民警在派出所将跨包内的 两万六千元钱清点后 一分不少的归还给了老人 钱找回来了 这个富大爷能过个好年了 那在此也提醒大家 春节前后人员是流动比较大的 咱出门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避免丢失或者被盗 说的没错 咱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2022五年来了 不少准爸准妈开始思考着 给自己的这个胡宝宝 取个什么名字好啊 最近公安部护政管理中心 公布了2021年的取名热门 我们来看一看 这爆款名字都有哪些 中国姓名文化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经过数千年积累演变 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与文明 自2018年以来 公安部护政管理研究中心 已经连续三年发布全国姓名报告 获得了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 截至2021年12月31号 在2021年出生 并已经得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 新生儿共有887.3万 其中 新生儿姓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50个字 依次为泽 子 子 语 穆等 与2020年相比 西 瑞 林 杭等字更受到青睐 在长春市一家早教中心内 负责人介绍 前来学习的宝宝姓名中 号语 逸臣非常多 像男孩就是叫轩 叫泽的都挺多的 像男孩女孩都叫的 像诺也挺多的 女孩的话就是西 然后含这几个字是比较多的 有的时候老师们也会认识就错 但是还挺有意思的 2021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 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名字 依次为牧尘 浩宇 牧尘 明泽 逸臣 宇泽 浩然 逸泽 宇轩 牧阳 其中牧尘使用人数高达2.3万 而女孩名字使用频率最高的 依次为若熙 依诺 易寒 易寒 依诺 子寒 以墨 宇童 心仪 宇熙 一位看过2021姓名报告的家长表示 一些名字重复率太高 导致部分家长在为新生儿宝宝起名时 会特意避开这些网红名字 一位幼儿园老师导师 95后家长 90后家长和85后家长 在为宝宝起名字时 时代特色很明显 90后家长由于受到热播电视剧的影响 在为孩子起名字时 往往会和某个电视剧主角名字雷同 而95后家长则更偏向古风小说风格 孩子姓名读起来 活泼有诗词感觉 85年的家长 比如说宣呀 或者是孩子说 瑞呀 对对对 易航呀 易宣呀 这种易诺呀 易臣呀 这样的多一点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最近有网友反映说 位于长城市智农大街 于安庆西路教会处附近的 公交后车艇出现了玻璃窗破损的情况 随时都有掉落的风险 咱们一块到现场去看一看 来到长城市智农大街 安庆西路站点 记者看到 该站点后车艇的下端出现了开口 玻璃窗时而被风吹得晃动 对此市民也表示很担心 肯定有影响啊 那万一倒了砸了人 是不是 那对谁都不好啊 我赶紧的这个吧 还得加顾一下 或者重新整改一下 为了安全着想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此处 候车艇维修管理的公司 反映情况后 过了一会儿 工作人员前来 对此处候车艇进行了检查 并对开口处进行维修 当天候车艇就被维修完毕 原来的开口处已经完全闭合 候车艇及时的维修完毕了 大家终于可以放心的使用 放心的出行了 随着春节的临近 这几天除了买年会之外 美容美发也成为了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对此呢 吉内省消费者协会 发布了美容美发的消费提示 我们来看一看 在消费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春节前夕 美容美发市场迎来消费高峰 经过走访 记者了解到 无论是商圈内的大型美容美发店 还是小区附近的便民理发店 均面临客流的大幅增长 平常的时候吧 就是每天是阶段性的 然后现在是每天是全天候的 从早上9点 基本上到晚上9点 就一直在忙 更得细心一些 因为过年都是为了美 你要是光以量为主 然后不保住那个质量的话 也上不客 针对于节前美容美发行业消费热点问题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 选择正规经营场所接受服务 关注商家是否对提供的服务项目 做到明码标价公开透明 选择消费项目前 要主动查看相关产品的信息 选择有QS标识 三证齐全 包装没有损坏和低漏的商品 尽量不要使用商家的灌装产品 另外美容美发机构 常在年底期间 向顾客推销办卡 或者催错会员续费等服务 对此消费者应当保持理性 美容美发行业 是预付式消费纠纷多发的一个领域 消费者要尽量先通过短期试用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全面的考察 切记不要一次性存储过多的一个金额 时间比较长 跨度的这样一个服务 以免权益受损 声音消费提示 消费者要养成索取保留凭证的习惯 包含发票 小票 电子交易信息等有效凭证 发生消费纠纷时 先行与商家协商 协商不成 可拨打12315消费投诉举报电话 我们来换个话题 今年来各类网络诈骗案层出不穷 一些人为了迎头小利 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手机卡卖给了不法分子 这种行为呢 虽然没有直接的参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但是却间接的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帮助 近日 长春市路远区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案件 长春市民杨某某名下有多张银行卡 想着空手套白狼赚点快钱 却没想到一顿折腾下来 不但这钱没拿着 反而栽了跟头 被告人杨某某在用朋友介绍 承诺说一张银行卡 给他一万块钱的高额利润 一共将四张银行卡 出租给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用他的银行卡 进行诈骗活动 诈骗之后将诈骗的钱款 转入他的银行卡 进行洗钱活动 被告人银行资金流水 达到五百万之多 还没有获得报酬的情况下 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说不知者不怪 而本案这名被告人杨某某 却是明知他人利用自己银行卡 进行犯罪活动 还是为了贪图利益 以身施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87条之二的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长春市陆园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 当庭对杨某某做出了如下判决 判决如下 被网人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并处罚金人避兑千元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断卡行动以来 大量的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的行为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定用罪处罚的案件 大量涌现 是值得我们警示和重视的 一定不要出借和买卖银行卡 近年来 点外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想吃点什么 拿起手机就能足不出户 品尝美味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位 想要吃外卖不靠买 而是靠偷 当然了 这样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近日 白城市公安局官银号派出所民警 接到一位外卖小哥的报警 他说自己放在送餐车上的 保温箱一夜之间不见了 接警后 民警第一时间对事发地周围的监控 开展了排查 我们就通过排查监控 就锁定了两个嫌疑人 这俩嫌疑人呢 就从摩托后面有个天线 天线带彩灯 那种东西就是比较手见 基本确定 两名嫌疑人的行踪轨迹之后 通过进一步侦查 民警很快就发现 当地居民刘某张某两人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随后民警对两人实施了抓捕 他俩也是外卖员 也是送外卖的 他俩送外卖 他俩没有箱子 就嫌在网上发箱子 又跪完了还不方便 一共偷了五个 这正常的网上价 也就二三百块钱一个 走整箱子 我说不去 二三长 他真空不是白色 到哪儿了 你也照过来 从那里除了这些都没照 那都不算也照过来 英国照过来 那我跟过来 一再是不漏 走不漏 你过去吧 去把箱子放我拉过来 目前 刘某张某二人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 针板当中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共同进入 今日热搜的板块 前两天 在四川八中的街道上 传来了一声巨响 只见五个下水道的 井盖被炸飞 附近有一对母子 受伤倒地 而爆炸的原因 都是贪玩惹的祸 我说你不要把那些人 给我炸的 那我把一口都出来了 原来一口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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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要把那些人 给我炸的 那我把一口都出来了 首先来看网友留言 第一位朋友就说了 这熊孩子真的是仇人 一个感叹号 道出了很多父母的内心话 第二位朋友说了 加大力度宣传 要让大家认识到危险性 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位朋友说 孩子好奇心太大了 家长有义务好好地教育 那次的事件频频地发生 究其原因 就是家长的防范意识不强 还有这孩子好奇心太强所导致的 马上要过节了 咱希望这烟花爆竹所带来的 是喜庆的氛围 而不是飞来的恨祸 刚才的视频很惊险 而下面的视频很揪心 因为年迈的老人摔倒后 昏迷不醒 不大的孙女在一旁大哭不止 却不知所措 监控记录下了这一幕 我不是颜色 我要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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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简单的话语戳中了多少人的心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第一位朋友说 看视频好心疼 既心疼老人 也心疼孩子 第二位朋友说 上有老 下有小 没个成年人在家里头 真的是不行 第三位朋友说 希望小孩子的愿望能够实现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虽然说孩子的父亲 并没有在视频当中露面 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无奈 作为男人 既要孝敬老人 又想赚钱养家 纵然自己有三头六臂 也是分身乏术 说到底 这些都是生活所迫 能做的就是那句话 常回家看看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歌词 而是实际行动 同样行动起来的 还有四川卢州的一个外卖小哥 在送餐途中 突然发现有人要跳桥青生 于是他二话没说 一个动作挽救了一个家庭 很年轻 但真是好样的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第一位朋友就说了 狂奔的身影太帅了 第二位朋友说 应该中奖太感人了 第三位朋友说 凡人善举让人动容 虽然说翻阅护栏 这是违法行为 但是画面当中的这次翻阅 却值得点赞 在这我们真的要向 平凡岗位上的伟大英雄去致敬 同时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轻生的女子经历过这一次之后 能够迷途知返 别让自己的宝宝 失去应有的母爱 在四川达州 也同样上演了危险的一幕 两名小女孩在家中烤火的时候 由于一氧化碳中毒 导致昏迷不醒 正在大伙手忙脚乱之际 一位返乡的大学生 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急救常识 成功地化险为夷 当天我听到有人 呼救打120的时候 我就冲了过去 发现两个女孩躺在床上 昏迷 头肚白沫 四肢抽筋 氧化成重毒的表现 然后我就赶紧叫上其他人和围棋 将两个女孩一起搬到了户外通风 并且抬起她们的下巴 开放气道 指导她们父母进行一个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然后两个女孩一起送上了乡人民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急救 现在两个女孩已经抢救过来了 生命体征已经基本稳定 好在是有惊无险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第一位朋友说 学以之用就四个字 言简易改 第二位朋友说 知识就是力量 第三位朋友说 这次是建议用为的正能量 能够学以之用 充分体现出了知识的力量 和当代大学生的素养 但是我们更加希望看到的是 人人都有防范的意识 都能够掌握急救的常识 而不仅仅只是大学生 下面要看到的这一幕 很温暖 后车司机看到前方 有一位顶着风雪 骑着摩托的女子 非但没有鸣笛催促 反而帮助对方照亮了回家之路 冬天嘛 然后清风雪比较冷 它就骑得可慢了 道路也不咋好走 就是都是坑 它有灯 但是那灯特别不亮 对面一过来车 我就在后边照着它家 然后过来搭车 它看路 这不也是方便点吗 路程就是三十多里地 半个小时左右 我以为它也是附近的 没想到 就是说我到家了 然后它还没到家 都是走远道的都不容易 来看看大家留言 第一位朋友说 好心人 这是夸赞司机的 第二位朋友说 照亮了路也照亮了心 第三位朋友说 这路上晚上骑车 真的是有点危险 能看得出来危险 虽然彼此只是萍水相逢 但却展现出了 陌生人之间的一份关心 让这个冬天不再感觉寒冷 不过在这儿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根据实际情况 再选择是否去帮这个忙 避免前方的人产生误会 从而心慌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 目前我省共有将近30名运动员 代表国家参加北京冬奥会 其中包括10多个分项 40多个小项的比赛 在比赛来临之际 吉林省体育局组织了慰问组 来到运动员的家中 送上新春的祝福 那天上午记者跟随省体育局慰问组来到了吉林市 出生于吉林市的孙嘉旭入选了中国空中技巧北京冬奥会参赛名单 在孙嘉旭的家中墙上挂满了他比赛训练的照片 当聊到孙嘉旭他的母亲表示 由于比赛需要虽然这个春节不能团聚 但更希望他能在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 过了小年90年还要去参加冬奥会 我们在家非常惦记 希望他比赛也能取得好成绩 为家乡争光 为中国争光 为父老新娘亲争光 孙嘉旭 妈妈祝福你 那个比赛成功 顺利 赛场上冰雪剑儿奋勇拼搏 赛场外家人总在店面守候 赶到吉林市的慰问组 也代表全省体育界 对参赛运动员家属的付出和支持 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在送上慰问经的同时 也积极为运动员家属排忧解难 代表这个局长组 表示这个感谢 另外一个呢 看看咱们家长这块 家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这么些年也得回那个什么 学校的帮助 和那个国家的政策 感谢你们 就马上的话冬奥会要开始了 我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这个孙嘉旭的出色表现 为国争光 在冬奥赛场上拼搏的冰雪剑儿们 是国家的骄傲 也是他们家人最深的牵挂 在当天的慰问中 省体育局慰问组 也赶到了多位运动员家中 进行慰问 希望能借着这份慰问 祝福我省运动健儿们 能带着这份期盼和祝福 在北京冬奥会上顽强拼搏 勇创佳绩 松原市的茶干湖 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也是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东部作业的四个领头人 是冰上的灵魂人物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最年轻的鱼把头 马文言 在松原市茶干湖 五百平方公里 完全冰封的湖面上 其冬季捕鱼 迄今保留着 蒙古族最原始的捕鱼方式 东谷作业的领头人 靠风向和冰层厚度等定位渔群 几乎百发百众 作为千年渔猎文化的传承者 在当地被称为鱼把头 早上的气温 零向二十多摄氏度 湖面上泛起了大雾 马文言开着车 带着渔工们 寻找前一天定下来的捕鱼点 与之同行的 还有跟跑的马群 鱼马文言一同捕鱼的鱼工有52个 他们已经多次合作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而马文言首先重要的一点 是要选定一个下网口 自豪的成就感 四个通过一些数据方法 年年年有余才能年年有余 一些惠民的好消息 购票减免优惠 降低出行成本 在12306APP客户端 增设高铁加冰雪油主题产品 为团体游客提供 持当日乘车凭证 可享受部分景区和酒店优惠等服务 离开高铁列车 咱们再到浑春市去转一转 浑春市依托乡村的独特资源 积极打造以冰雪气候资源 和冰雪文化为核心的文旅活动 激发起了民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走进浑春市英安镇双新村的 乌书里度假村冰雪新天地 欲拙银庄的冰雪世界 令人眼前一亮 零下十几度的冰面上 人们参与冰雪趣味活动的热情 依然高涨 冰面上人头攒动 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 挑战冰雪速度 在雪圈滑道中 孩子们结伴坐着雪圈 急驰而下 在欢呼声与惊叫伤中 体验速度与激情 静享冰雪运动的趣味 从这个最上面滑到最下面 就是中途就有很 就种那种刺激感 就是那种坠落的感觉 就是让我非常的喜欢 为将冰雪竞赛与旅游体验 冰雪体验与全民健身相结合 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游玩体验 冰雪新天地还提前准备 并设置了冰上自行车 白米雪滑梯 雪地越野车等20余项趣味冰雪活动 供游客挑选 冬天对于很多的钓鱼爱好者来说 是一段难熬的时光 不过 马川子乡 长流园冷水渔基地另辟蹊径 增设了钓鱼大棚 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慕名而来 尽情体验冬钓的乐趣 我今天来这边抓鱼 抓了两条鱼 真开心 最近吉林银行 长春红旗街支行 焕然一新 为吉林银行注入了 崭新的金融温度 以全新的面貌和服务 迎接广大客户 那么升级之后 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吉林银行 红旗街支行 位于红旗街商圈 立足于新时代网点转型的需要 全新打造了网点形象 换新升级之后的红旗街支行 为吉林银行首批2.0 新标准版本网点 客户动线更合理 厅堂分区更专业 色彩标志更协调 设施功能更智能 客户体验更便捷 充分体现了现代化银行的特点 我们网点升级后 在客户动线 厅堂分区 色彩标识 基居设备等方面 充分体现了现代化银行的特点 在科技赋能 客户体验上更加优化 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 大众的消费模式和使用习惯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型网点的资助服务终端 越来越多 以前只能通过人工柜台 办理的业务 现在可以在网点的资助设备上 进行办理 更加方便快捷 客户普遍反映 现在在网点办理业务 比以前的客户体验要好很多 对银行网点的智能化转型 表示接受和欢迎 银行网点的智能化转型 实现了银行与金融消费者的双赢 一方面减少了消费者 到银行网点取号后的 漫长等待时间 简化了繁琐的手工填单过程 提升了消费者的体验 另一方面 也减轻了银行网点的 大汤管理压力 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 金融银行 红旗街支行的新转型 也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岁数比较大了 对这些产品有点不太了解 大汤经理就非常热情 人家我都不懂的 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 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我们也挺相信吉林银行的 其实我家那些定期存款的 还有理财什么的 也都在这买的 非常相信吉林银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rub it on like lotion I can feel it soaking reopened the scars have awoken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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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万龙杯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全面进入到了总决赛的筹备期 全国24强选手已经蓄势待发 大家也非常的关心 谁将问鼎金奖 总决赛在即 劫后拉开战幕 巅峰对决 值得期待 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报道 下面共同进入金新闻故事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